检掉破获军中最大共碟网发现 国防破大洞及机密的文件通通外泄 就连总统主持不到五位高层参与的 机密专案会议内容 也被现役军官取得传送给共碟 夸张的是还端出台币4亿8千万为诱因 要现役中校飞行员在未来台海开打之际 驾驶器努克直升机投共 传出让这位飞行员一度相当行动 这个月初空军才成立飞行训练指挥部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场力挺我国军事实力 但如今却传出总统及国防及机密军事会议内容 遭人泄露给中共 甚至还有退役军官策动现役飞行员 驾驶军友直升机投共 军中出现最大共碟网 国防破大洞 检方11月底起诉实名涉案的现役军事官 这一伙人大胆到连总统亲自主持 不超过五位高层参与的动粮两腰机密专案会议内容也敢通 何庆少校在职务交接空档时 拿手机翻拍再用通讯软体传送 交给自称王总 吴总还有陈部长的中共军情人员 台湾俨然成了共碟基地 甚至还搬出4.8亿箱诱骗飞官投共 我认为有可能会实现 一飞过去只要15分钟 很安全 因为飞弹不太好追踪他 诚信推移军官为首的共碟集团 触找几乎遍布全台 现役的谢信忠孝直升机飞行员也被吸收 企图以优厚条件让谢信忠孝家人 在未来台海开战期间 能够以太潮方式撤离 但条件是要他驾驶CH47气努克直升机投共 只要成功就能拿到美金1500万元 相当于台币4亿8千万的酬劳 大选前夕军中最大共点网曝光 重要国家机密遭泄漏 国防部现在更要绷紧神经 记者马选择棒棒家台北报道